我們緊緊奔向到最深的地方 愿你的生命 宁静温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 准时收看英元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相当的难得 我们为大家请到 非常年轻的太极导影老师 潘静在节目当中 要和我们来谈一谈太极之美 在以往太极拳 可能会让人家 误认为是一种老人的运动 但是现在可能全世界人 都非常关注 这样非常特别的一个运动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缓慢 有比很多急速的运动 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落差的形象 那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别致 想要知道太多是一种别的 别吃 想要知道太多是一种别的 别想驾驭太多努力的心 我们从爱情里体会送进放大 那是柔种殆寂 生命就这样旋转转眼神平和 快不得 慢不得 求之不得 我不想要知道我的自然而是一种别是一种别的 爱情 因为事 太静 相互依偎却有黑白分明 我因为你 才能那么清楚看见自己 这个世间风起云游 于是我们彼此相拥 生命无常别等曙光 暂退阴暗左右开口 爱情来信 别太急 心别来信 最多爱做情 想爱爱不到 想求求不了 其实我们更是太急 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大家都一直听太急太急 可是以你们从小 这样子一直练太急到现在 你们觉得太急对你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 怎么去定义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它对我个人也 它是一个安身匿密的东西 一件事情 那现在人对太急 我要从它的权术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探索 太急权它在明末清楚的时候才有诞生的 所以它是一个蛮新的权种 但是以赋予它一个古老的一个名字 所以它集合了先秦时期的一个哲学思维 然后万助于身体肢体去呈现这一件事情 是我想就是因为它跟一般的运动不太一样 一般的运动可能讲求速度 或者讲求很多的不同的技巧 但是太急却是融入很多的不同的哲学思维 那么跟身体相处的方式也跟所有的运动不一样 可不可以谈的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方式切入的一个运动 对一般人的影响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们从公宴革命之后 就是整个的思维是比较西方的 它偏向一种直来直往的部分 那太急在这个时候的蓬勃的发展 它我觉得是有一个跟这个时代节奏相对的一个缓慢下来 让人们的声跟心的节奏可以稍微慢下来 老师您很小就开始学太极了 所以要不要跟我们谈谈您自己学太极的一个历史 我因为小时候是跟我爸爸 一起练我爸是他那时候他年少的时候他也是在运动 因为他爷爷怕他年轻太气盛 所以他找一个日本的楼道老师教他练楼道 那后来他发现楼道也会受伤 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练杨家太极拳 所以我小时候是跟我爸先往在一块 后来我就觉得太慢了 小时候我还是喜欢看一些朝式漂亮一些 所以我现在从外加少林拳开始一些刀枪见棍 锻炼了我的一个手衍生法部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因为少林拳你再怎么练他会有个头啊 就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激励耐力爆发性他会慢慢的递减 加上我又训练过度有运动伤害 然后后来我才想说往那家拳去探索 所以后来我就到大学时候我就改练太极拳 太极拳又分很多的不同应该说风格啦 他有城市的有洋式的 一般民间在公园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洋家太极拳 他比较慢 比较缓和 可是我那时觉得还是没办法安定我的活药的那一颗热血的沸腾的心 后来我就在我们的那个 那时候刚好大陆有一团做武术交流 他就打了一套城市太极拳 我觉得特别美 特别好看 那个线条的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感动 那我就下定决心 我就专攻这一个拳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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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我想太极拳对很多人来讲 就像你刚刚讲到就是说 很多人在很多运动过程中产生极大量的运动伤害 除了武术也是一样 但太极拳是没有吗 或者说他为什么会没有 太极拳我觉得是后来因为新武术的成立 因为中国大陆他们后来去追寻 跟西方的奥林匹克接轨 因为要比赛 所以他为了追求更快更高更远的一个人体的极限 那动作有些动作已经过度急速去开发到极限了 他又有一些舞蹈 像类似舞蹈或体操的一些大的动作 所以他变成是常常在为了比赛而容易受伤 那或者是说人在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 都希望自己的肢体能够再突破再突破 那个时候其实好胜的心一起来 那个意志力过大 可是肉身他跟不上的时候就容易受伤 但是如果以养生的思想的时候 他又是另外一种生命层次的呈现 所以他反而不容易受伤 反而能够达到一种身心和谐的安定 对于以往过往的不管是身体的救急的运动伤害 或是心灵上面纠结不过去 他反而容易去从根本内心釜底抽薪去解决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以国际比赛作为一种标杆的时候 其实一般我们所练的太极是往内走的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是不会有运动伤害的 是这样吗 对 因为最主要太极它有一个 因为它往上构成了先行时期的阴阳的螺旋 那现在的速度都是一个光纤进步的速度 往外奔驰 它少了一个往内归附的回归于内心的这一块 那圆的螺旋它一定从你自身身体为基础 为这个一个发想的根源 在由内而外去辐射出来 所以它不是从动作上面去琢磨 而是从内运的部分 就像我们看一幅字 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说 曹操带兵打仗 它是一个非常奇才 一个魔略家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文攻武略非常棒的一个人才 可是他带兵打仗的同时 他会带着 我记得是中游的一幅字铁 那当他想不出一些谋略兵法的时候 他就会看着那一铁字 那我说老师为什么要看字呢 他是在打仗的 他说你看字的变化 他就像在调兵遣将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在打拳的时候 你就是如何去调兵遣将 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害 甚至粘你的细胞也跟着 他有思想有思维了 所以后来又一个 我记得我更年幼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说我们打拳 他就像在写字 那后来我又从那个 另外一个老师 也是一个书法老师 他说我们中国的文字 最早是从象形 象形开始 就是说他关天关地 关着那种山川的变化 那武术他也是 他是从模仿动作 模仿自然的一个变化 而形成的一些拳法跟套路 所以说他说武人练拳要越练 你要越文气 甚至应该比文人还要文气的 我说哇这个太有魅力了 就是一直让我继续练下去 我觉得有一个 这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是 别弹 别弹 只要一个比武变成品 别闹 别想轻易开启战斗的马 我们从生活里体会松紧放大 那时柔转带进 那时柔转带进 生命就这样旋转眼神平和 快不得慢不得求知不得 情是太近 相互依偎却又黑白分明 我因为你 我因为你 才能那么清楚看见自己 才能那么清楚看见自己 情是太近 相互依偎却又黑白分明 相互依偎却又黑白分明 我因为你 我因为你 才能那么清楚看见自己 优优独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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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您要不要示范一下几个比较简单的一些动作 您就坐着就可以了 比如说一种螺旋的角丝的这种方式 它其实是内在启动一个外在的一个动作 跟我们所看到 所以你可以示范一下 让我们去感受一下 顺便也跟我们讲几个基本的太极的一些招式 可以 一般来说的话 走气这一块东西是 对一个初学者是颜知过长 所以一定要从一个比较有形的东西去走 那我一般上课我会从关节去解释 那做的话 最好大部分就是说从手腕 这是雄卫老师最常讲的 从手腕 它就像端一个盘子 好端一个盘子 尤其特别是现在对于大家都用电脑 它是往内扣 所以我就选一个相反的动作 做腕 那这个中医称之为气口 气口 对 它中医一把脉 它就知道你这个寸观尺 你五脏六腑活动的一个现象 那你就想像你端一个盘子 但是你往内学 是小拇指的反向往内了 然后带到手掌手指慢慢的下来 那手腕手掌手指 你就可以比例说这个大中小 最大的关节是手腕 所以由手腕去带 大的去带小的 手腕转回来 然后手指延伸 舒子舒服的舒 凸掌 凸出来的凸啊 再做完 老师你完整示范一次给我们看 可以行的 然后它从这个手腕会慢慢天动到我们的手肘 它有两个骨头老齿关节带到手肘 连到这个锁骨跟肩脚 那你这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是配合呼吸 再一个吸气体育 你的胸阔是开阔开展的 悬堤下来的时候 它是借由这个悬绕把你的肩颈往下一层 一沉下去气运的流窜 打击到末梢指梢 所以它是用意念感受 不用力啊 不是肌肉那一块 它慢慢的贯穿 所以我们的气运走 是走这些空间跟空隙贯穿而走的 是是 老师你一个手臂就可以讲这么久吗 这样讲得很清楚 所以老师你讲一个手臂就可以讲这么久 这个整个的气其实你都研究得很深啊 还好就是说它慢慢 对身体的熟悉跟了解 所以它异于西方 西方着重是一种形式 我们是一种比较意念那一块 气的那一块 所以西方的东西大部分是一个 比较直白的讲 它是一个死人的解剖 是人往生之后 去世之后 它去解剖看那个器官的具体的东西 那我们的话是观 观它的意念 气势气韵的这一块 是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就是说你这么年轻 这么小的这个就开始学太极 你都会不会遇到一些很大的一些障碍跟困难 譬如说我们讲说为什么我们大家很喜欢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它都是直来直往的 因为我们有些生命力它确实是需要直来直往这样子的一种表达 就像你讲的我们有很多现代城市人气是被淤积的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谈谈你在小时候 难道都没有像这样子就是说 哇我们都有希望有一些很强的生命力要想要迸发 你就开始学太极武术 这些非常养心养生的这种功夫 你怎么克服过来的 你跟一般孩子不太一样 我小时候比较寡言 那因为家庭的关系 家里吃比较保守的 那他们也是一般传统 他比较不会去鼓励 那我是自信心 有点闷 但是我就觉得我是蛮热情的 可是我不知如何去呈现我内心澎湃那一块 那我跟人之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去接去 我就去正常的交流 那一块对我来说是 在年少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那我是因为就是运动 藉由肢体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两位老师在打拳 一位老师他打出来东西 我就觉得 他打同样的拳 但是不同的身形 不同的气韵 那一位老师让我感觉 如果要对比的话 是比较像五星级 那一个老师就比较像是菜市场 那个气 让我看到那位老师在打的时候 我觉得我特别感动 很感动很感动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 后来变成肢体的东西 是我在跟人表达 呈现自我热情 跟展现自我存在的那一种的感受 所以我就专心去练 那练完的时候 我又觉得说 因为比如说在一个西方的 都在一个竞争的 去展现它 价值的那一块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 练这个东西的话 他会比较孤单 很孤单 比较孤单 然后后来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自己也是住在北投 老家在北投 他是一个有山有水 一个温泉的地方 小时候常常去山里面 所以我几乎是一个人独立 在某一段学生时期是独立长大 长大之后 那个过程是常去山里面 跟自然接近 所以我常常觉得山里面好像有精灵 有时候里面有一些庙 庙宇它会放一个哦 那我不晓得我把它打开 就放在骷髅头 所以我大部分是跟一个 好像跨越一个现代生活 回归到一种 一种独立自主的空间跟时空 因为那时候日剧时代 留下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也是比较接近 那个时空交错之下 自己特别在精神上面 特别丰富 老师你可不可以示范几个就是你讲到的 譬如说你讲的螺旋的这个放松 站的话是脚围开手交叉 然后一样是配合吸气收拂 你刚开始可以先不要动手 去等那个得机得失 你感觉慢慢延伸拉开了 再吐气 但你刚开始绝对不可以着重在口鼻的呼吸 顺其自然 动作为主 呼吸为辅 然后吸气打开 胸阔开 那有些人现在肩膀很紧 你就不要刻意去抓手 抓手去追高 你就是有就有 能到这高度就是这个高度 那到这高度之后 他一定要走圆着走化 然后再慢慢悬绕打开 松承下去 倒指烧 延伸 然后肩膀往下 意念在肩 肩膀往下连到脚底 往下一层 节节贯穿 哇 腰勒老师 腰的话是偏向地板动作去做它 对 老师你要不要试试看 可以啊 我建议是先做一个叫盘膝转腰 盘膝转腰 如果你脚跨不上来的话 你可以整个是散盘的 就无所谓 那做的时候两手 因为中指下来是劳工 劳工是心火 心火之鞘 两手先轻轻的搓一搓 它有点温热啦 你再放在膝盖 膝盖是渗水 所以我们叫水火相继 不冷不热 刚刚好温和 那舌底善恶 做的时候 是喬达我们的韧度二脉 然后眼睛最好闭目垂帘 这是平常你在居家的时候 你可能一天很累了 你就回家去做它 那这个有个好处是 它的手是放在膝盖 然后你的两脚是盘旋 舌头顶着你的上颗 它整个身子是连结的 能量会不断地回流 它不会往外去耗水 那如果你右脚在上面的话 就从左边 闭目垂帘 然后意念 心思在整个骨盘 腰胯去带 一定要心往一处去想它 我们的劲才能往一处去带 腰胯去带 不要用肩膀 下来的时候 右肩对到左膝 你稍微停一下 你去感觉你右侧腰胯的 它是酸井的呈现 表示它有劲去带动 那你不能静静的不动 你缓缓慢慢 你抓自己的节奏 到中间尾履 最后一节的尾椎 你延伸上去 因为你改变了方向 你跟地板呈现的是一个水平 所以你的肌力 关节不会去受力 延伸 所以你发现你的肩膀它松了 那腰胯它一样 呈现那个酸井到里面 深層深 深幽里面 好 再慢慢的往右去走 对角线是左肩对到你的右膝 但你的感受绝对是在左侧 那左右两边加中间的尾履 肚脐的正后面是尾椎 命门 生命的命 开门的门 然后命火之门 它左右两边是我们的元经元气 先天气的点 然后要由下而上 延伸 顺势旋提的左肩膀 胸阔开掌抬头 把你的食道跟知气管 还有个弹钟 五骨知气 跟阴阳知气的交汇点 它整个开 用旋绕延伸 把里面纠结淤积的点 你把它打开了 一劳永逸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潘导波 也带见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音小聚 我们下次再聚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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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